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位于日本东京的日本经济新闻总公司大楼,本月21日传出火警,并于厕所中找到一具男性一体,警方介入调查后,于今28日发布声明指出,确认死者为日本经济新闻报纸贩卖店的列马区分店56岁原店长,极有可能为自杀身亡。 综合外媒报道,这起火灾发生于21日当地时间10点50分左右,台湾时间早上9点50分,日本经济新闻总公司大楼2楼南侧传出喷的爆炸声,警销出动抢救后,从南侧隔间救出一名以无呼吸心跳的男性,送医后确认身亡。 警方在现场找到打火机与油类残留物,认为死者自行带着挥发性极高的油品前往,萤火自焚身亡。 日本经济新闻公关处表示,这名男子在东京独猎马区的报纸贩卖店担任店长,但在上个月表示自己不想做了而辞职,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憾事。 公司将权力配合警方调查。